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今夜很震惊节目 今天我的嘉宾呢是我们的明镜的老嘉宾 王君涛博士 请我们的导播将王博士请进来 王博士你好 LB先生好大家好导播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啊重点关注是阿富汗撤军 和最近的这个惨剧 我们都知道啊 8月31号 完成这个撤军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这个中间呢带来了美国的巨大的一种压力 移民压力 这个美国啊在阿富汗这段战争中 这个得失的一些批评啊 美国信誉的压力等等联盟的压力等等 那么这两天呢 发生了一个惨剧 那么就是 13位美国军人 被这个 自杀式炸弹给袭击 牺牲了 而且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军人损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数额 所以说美国 善下 一片 悲伤之中 那么在这个悲伤之下呢我们先对呀 丧失 丧失生命的美国军人表示这个哀悼 这个 同时呢 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分享就是阿富汗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王博士呢 是我们明镜的专家 学习学政治学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围绕的这个 是不是 中国坐收于利 美国愚蠢自击 我们都打了引号 那都是 有一些评论中 谈到的原话 那么我们来听听王博士怎么样看 阿富汗撤军这么一个戏 这里面的中国美国和西方在这里面的表现 好了王博士 对 好 我先想这样的说 其实这样一个题目呢 许多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还有意见领袖 还有一些时评的 政论家们从各个角度讨论过了 那我的角度呢 和我的观点还是跟他们有所不同 首先呢 我觉得虽然最近呢 在美国 在这个 卡布尔机场 遭到两次恐怖袭击 但这两次恐怖袭击 实际上虽然给美国造成了 据说是阿富汗战以来 三日的最大的伤亡人数 我没有去统计过 但我知道呢 最大的一年的伤亡是496人 还有一次是飞机失试被打下了31个 对 那么就是说 对我知道就他有一年是496个 最少都是26个人 就在这 他2500人实际上在各个年份的20年里面 分配并不军营 最多的一次吧 那时候还是奥巴马 之中期间的时候大概有496个人 最少呢 是在2019年应该是5个人 还是2018年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惨剧面前 实际上整个美国很受震动 世界上也比较震动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呢 并传递的信息 并不是美国在阿富汗 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和失败 其实我觉得不是从这个角度 因为呢 其实禁止阿富汗是美国的决策 撤出美国的决策 只是在美国在撤出阿富汗的过程中 我觉得呢 在这个一些具体的行动策略上 有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 导致了美国现在就是在这次上呢 出了一些事故 但是如果恐怖主义 如果决心要是去进行 对他进行攻击的话 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故 美国还是会受到一些攻击 最主要一点 我觉得我们要看中国和美国的得失 所以要知道 美国在主动撤出阿富汗的时候 他是要放弃一个 对他来说在地缘政治上 没有什么直接利益 美国对阿富汗的 当时的直接的战略的利益 只有一个 就是他曾经庇护了 对美国进行911攻击的 普拉登的基地组织 那么当把这个基地组打掉之后 就是像拜登说的 其实美国就已经完成了 他的直接的战略的 这个消除的战略 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撤出 但是当时美国呢 有比较大的报告 我们知道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呢 美国在里根总统期间 里根总统期间 已经稳住了对整个世界的 地缘政治的收缩的态势之后呢 又开始到了这个冷战结束 都在肯林顿时期 美国在继续扩张 经济和地缘政治都在扩张 在国际社会中 开始承担更多的决策 包括在前苏联 其实撤出的时候呢 前苏联崩溃之后啊 应该说当时 国际政治一度比较乱 你可以看出各地的民族 与新生民族国家之间呢 有很多的战争 这些呢都使得呢 这个美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美国也确实呢 开始进入了一个角色 包括对这个南斯达 前南斯拉夫啊 还有对这个其他的一些方面 开始进行了这个传统上啊 他们不进入的区域 开始进入 所以在小布什时期呢 他们试图呢 在特别在911这个发生之后呢 试图对穆斯林 穆斯林世界也进入 接这个进入 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 实际上这个呢 使得美国这样 不光是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在整个的中东呢 美国的投入过大 但是比起越战 比起来说 其实应该说 美国的损失 也不是那么大 所以美国是在鼓动的权衡之后 觉得在那场没有战略的利益 同时呢 他们本来似乎想在那场 扶植一个一些民主的国家 这些措施并不成功 所以他们决定撤出 那我觉得撤出的方式呢 这个川普总统 这个老外这个 等一下啊 我听到的这个说法是美国在阿富汗 有两大战略任务 那么第一大战略任务是他的反恐 还有一个战略任务呢 说是民主的这个重建 那么从反恐的 这个重建是这样啊 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在这样 因为当时为了反恐 它这样本来是让 那个塔利班把基地组交出来 塔利班没有交出来 那美国就把这个政府给摧毁了 摧毁之后 实际上美国就有一个责任 帮着阿富汗重建一个政府 当然以美国的这种一贯的 这种道义原则来说的话 它在无论是在伊拉克 还是阿富汗 它都不会建立一个非民主政府 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政权呢 其实不是美国的 直接的战略力的需要 就是还是要回到这句话 就说美国在阿富汗 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的战略力 它和中国俄国这些国家都一样 跟其他中东国家不一样 他们跟阿富汗有接壤 而且呢 虽然阿富汗下面地下 据说有几万亿的资源 但你要知道美国在阿富汗 已经投入一万亿到三万亿的话 那几万亿资源 对美国也没什么吸引力 而且何况还要开采 还要成本 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而那些资源 美国在别的地方可以拿到 如果美国需要的话 所以美国并不是像中国 这项国家它特别需要它 它也不像俄国 俄国有什么需要呢 因为阿富汗呢 如果一旦落入到 这个原教旨主义政权之后呢 俄国传统的苏联的 这个帝国范围内的 这些国家呢 他们实际上在 这个前苏联的 他们是世俗政权 所以他们在 而他们又是 他们的这个国家 又是穆斯林的信徒 所以前俄国在地缘政上 也跟他有种紧张的关系 中国后来是因为 新疆这个事情呢 新疆这个矛盾被激化之后 那么开始有了一些 地缘政治需要 后来又一带一路 所以说到底呢 中国有直接的地缘政治需要 还有三个 第一个呢 就是中国的新疆 新疆的稳定和 和这个 这方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 第二个就是一带一路 在阿富汗那个地方 还有一带一路在阿富汗 中国的对阿富汗的 同是很需要 那么还有 他要走这个 叫这个亚汉走廊吧 他要走这个地方 要出去 走传统思路出去 这个也是中国的一个 地缘政治需要 第三个呢 中国就是据说在 巴基斯坦这个问题上 他们也有 地缘政治需要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塔利班实际上 在巴基斯坦 阿富汗都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中国有 美国没有 那么现在我想说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要是美国撤出去了 让美国就甩掉一个包袱 他实际上比他 从西共当年撤出去 还要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对于中国来说 就不一样了 中国像一旦美国撤出去之后呢 中国就要独立地承担 面对塔利班 面对穆斯林世界 对中国来说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 中国如果在地方上 要说高兴 其实谈不上 所以王毅最初的表态 他还是美国要撤出的 王毅最初的表态 你不能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 你们要负责任呢 其实这个意思 也有一点说 中国有点两难 特别是这一次的 对这个卡布尔机场的袭击 实际上对于美国和塔利班 都不是好事情 因为它表明了 即使美国撤出了阿富汗 塔利班要面对 伊斯兰国的时候呢 塔利班会有吃力 就是他能不能维持住 这个和平局面 他说这样和平建国 能不能维持住 这是一个问题 那中国现在也很头疼 因为这个伊斯兰国呀 他现在看来呢 也不买 不但不买美国账 也不买塔利班的账 他也不会买中国的账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 中国实际上 这次恐怖袭击 可以这么说 是对整个人类世界的袭击 绝不是仅仅在袭击美军 美军只是在撤出的时候 所以我在讲说 我们现在通常讲到一个比喻 就是说美国这次撤出 很像西贡撤出 如果真是像西贡撤出 我觉得这个事倒简单了 因为西贡撤兵 在美国国内 没有什么太大分歧 只是撤得有点狼狈 但撤完就完了 对吧 这事就算做个了结 现在我担心呢 你要知道美国 还有从德黑兰撤出的问题 德黑兰就是在这个 1980年代吧 这个在这个40年前 美国要从德黑兰撤出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美国很了 那个都回来 当伊朗扣了美国的人质 这个人质危机 直接导致了卡特 这一届就没有连任上 其实美国在 迪克松的水门事件的危机之后 包括越战啊 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 像这个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啊 等等所有这些呢 本来都是 给了美国一个社会 本来像一个组的方向 去探讨解决问题 但是由于德黑兰的 这个处理不当 人事危机 营救失败 导致卡特这股垮灾 最后是李登总统上来 那今天我们回到 李登总统上来 这个好事情 不是个坏事情 对美国 对西方民主世界 都是个好事情 但是在当时来说的话 等于是有这么一个细节 现在是呢 拜登呢 在川普之后 他有了一个机会 去按照多元主义的 就是所谓我们说的 在美国的政治 就是左的方式 去解决美国 现在面临问题 但如果要是 这个问题要解决不好 它不是个西共撤退 它肯定要真是要是 我们现在讲说 IS在进行了攻击 如果塔利班 在说8月30号以后 8月30号 就要开始扣美国人 怎么办 特别是那些 从阿富汗规划到美国的 获得美国国籍 他们现在在 在阿富汗境内 美国誓言呢 说一定要让他们 每个人想走的人都要走 即使8月30号以后 美军撤出了 机场交给塔利班 他们仍然要坚持这样的 那么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不会跟塔利班发生冲突 塔利班用护人士的方式 这样会导致一个危机发生 这是我觉得呢 这个我们可以往下看的 如果要真的产生这样的情况 那我觉得拜登这个政府就危险了 其实现在呢 仅仅是卡布尔机场 出一个恐怖事件呢 这个对塔利班也不是好事情 对于中国也不是好事情 如果真的要发生了 就是刚才我说这些 那对中国真是好事情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 中国并没有什么便宜 就是在 如果阿富汗的局势 陷于恶化的话 对中国不是好 中国他要开始独立对付的话 不是好事情 特别是如果美国 如果真的政治在这个刺激下 进一步的像急剧的像一个比较强 在国际中采取更强势的态度转变的话 对中国更不是一个好事情 这个我想问呢 就是为什么当年和美国一起 卷入阿富汗战争的这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啊 会说这个美国政府这一次的这个撤军 是一种愚蠢自及的一种举动 他的理由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自己把阿富汗战争我看一看 其实这个字也好理解 实际上到了后期的时候 美国的投入不是在阿富汗完全没有效果 你可以看到 虽然说阿富汗有腐败啊 等等有些人 我们都知道民主国家在开始 也有美国也有过腐败对吧 他的这个政党分肥制 当时后来是因为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所以才解决就是他都这个民主国家 在早期发育都会有腐败 日本也是政参也是当时长期有过腐败 那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中 他是逐步治愈腐败的过程 阿富汗呢 那么从军事上来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阿富汗的政府军在美军在后 阿富汗的政府军是可以控制阿富汗的局势的 美军实际上到后来在逐渐撤出的时候 撤的人已经都是完全象征性存在 而这个象征性存在当然也是实质性存在 如果要塔利班真的有实质进展 美国只要是立行空中打击 不需要动用阿富汗的军队 只要在周边调动空军的那些机就可以了 特别战略轰炸机进攻炸的话 这样完全可以维持住阿富汗的一个态势 那么美国实际上在一个象征性存在中 他这样一撤军导致了阿富汗政策完全 和政府完全没有信心才导致了崩溃 我觉得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说 美国当时其实可以不去撤兵 那么包括对阿富汗政策的援助 也是可以逐渐的减少 因为随着阿富汗市序恢复之后 经济恢复之后 他完全可以逐渐 你可以看出塔利班非常害怕美国 为什么 就是在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 塔利班并没有去敢打大城市 但是在拜登明确的表示 说不准备进入之后 那么塔利班才开始 先这第一天打下了一个省会 看看美国没有反应 接着就打下四个 然后没反应 结果在九天之内就把首都队拿下来了 就塔利班实际上是非常忌讳美国 是拜登呢 我觉得最后他自己解除 这次也很荒唐 我觉得拜登非常荒唐在哪呢 拜登总 就说他这次在表现了那个哀悼 说我们绝不翻树 我们绝不忘记 我们绝不放过你们 我们对赢报复的时候 同时又说 你们不会干扰我们撤军的这个决定 好像人家苦习是怕美国人走 所以才袭击美国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就是觉得 这个很荒唐 其实呢 他们就是想让美国在走的时候 走得不体面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美国应当呢 对他立即采取措施 进行严厉打击 当然你说你要是不知道ISIS在哪的话 那就是美国情治部门和军队的一个失误了 因为从军事上 我不是军事专家 但是呢 我在军队长大 我也知道 实际上一个就是一个国家的军队 实际上在一个大部队驻扎 一个军事重心 周边是有一些侦察呀 是有一些这个前辈性的哨所在那个地方 那除非美国这次真的就是他军队 我也不知道这些将军怎么想 真的把自己就局限在喀布尔机场周围 那是个很危险的 你本来应该去放下一些 美国的特种兵 在他的周围的环境中间 在那个地方 应该觉得进行一种屏障的作用 一旦敌人有异动 就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现在看来呢 就是在恐袭发生前的一两天 从拜登到美国都在说 现在喀布尔局势可能有非常危险 有恐怖袭击的危险 就说明他们是有情报 有情报 你为什么不把部队放出去呢 就在那个 当然你可以说 塔利班已经占领一些地方了 但是 布林肯说呢 在参院这个回答说 他说美军在喀布尔机场上 和塔利班的部队呢 有非常紧密的工作性的互动关系 那这样的话 你们应该就是可以去合作 去做一些事情 现在塔利班愿意跟美国合作 让美国尽快撤出 然后他们来接管整个国家 这是他们的想法 对吧 这个 我想啊 布莱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说美国你这样一个方式 完全撤出 这个呢 并不符合美国和全球的 这个地缘政治 或全球秩序的需要 第二个呢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 拜登 你这样的一个撤出方式 就宣布好像美国完全就放弃 阿富汗完全不管的方式 使得那些恐怖主义者和塔利班 非常大胆的 可以对美国进行一些 各种各样的这种 不利于美国的活动和举措 不利于战后重建 因为美国就完全 在阿富汗没有影响力了 就变成了一个这么一个因素 本来呢 其实按照这个 川普其实 我觉得他怎么去想不通啊 川普他可能想法更糟糕 他可以说 阿富汗人根本就不是 跟我们美国人 有什么对我们亲美 他只是为了钱 他们在工作 他可以说这些东西 但是那些军队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那些美国的军队 和美国的这些 其他的力量 他们还在进行有效的工作 我现在是觉得 拜登上来之后呢 也可能他那个国防部长 等他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当然可能跟那个 三军参部长联系会一样 他们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让美国 尽快地撤出 就撤出的速度 和彻底性 而且把阿富汗这个包袱 彻底甩掉 这样就鼓励了 那些不喜欢美国的力量 去攻击美国 而且在对美国撤出的时候 对曾经帮助过美国的 或者亲美的这样 进行大规模的报复 这个刚才我请你呢 解读了这个 为什么布兰尔去 说这个撤军是愚蠢至极 那么这边呢 做说余力这块呢 你前面谈到就是说 中国在两方面的这样一个好处 第一个呢 就是在西北地区的新疆的安全 第二呢 一带一路 那么第三个呢 等于是你也提到了 就是中国的这个一些媒体提到 就是说阿富汗的 一到三万亿的这个 稀土的这个资源的重要性 那么你说美国都花了那么多钱了 这一到几万美元的 这样一个稀土的资源 未必也是一个 十分这个值得看重的这个利益 这两点以外呢 我想问就是说呢 布林肯 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说过 希望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 更多的发挥这个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 也是不是中国的某种余力 美国被迫去求中国 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 这个东西呢 可能也是当初美国可能没想到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 我认为就是布林肯 其实这个话就明确告中国 这个球我提给你了 我刚才讲了 其实美国在这个 在阿富汗的战略利益 还不如在印度纳的战略利益大 那你看这个放弃了越南之后 当家都担心 多么的骨牌 东西的540发生了 在整个后来东南亚的这个 就印度之那三国 现在后来都陷到了越南的 实际的这种控制之下 但又怎么样呢 接着越南和中国的矛盾 就激化了 那么同样呢 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 塔利班开始接管政权 塔利班就开始要承担 国内的跟其他力量的冲突和矛盾 包括和伊斯兰国呀 还有跟这个阿拉伯世界的 其他的一些地方的矛盾 塔利班就要面对 这时候中国也要独自面对 一些冲突和矛盾 阿富汗那个地方呢 说实话 美国和英国也罢 美国也罢 俄国也罢 当时都没有直接的 这个就是 俄国还有一点直接的地缘 因为像塔吉克啊 当时那些国家呢 他的那些内部的 一些加盟共和国 是跟阿富汗接轨的 但是呢 他们当时在实际上 在经济上没有那么大利益 现在中国不一样 中国现在阿富汗的 很多利益很直接 而且它是 这个地方的利益 是需要和平建设的 那么这个伊斯兰世界呢 其实你知道 穆斯林世界的原教制力 崛起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他们觉得 资本主义的东西 在俯持伊斯兰世界的 意识形态 伊斯兰世界的纯正性 那么而且这些外来势力 实际上中国很快 就会被这个阿富汗 和在中东地区的 穆斯林势力 看作是入侵者 他在那同况的开采 他不会按照中国的理解 来说 这是一个双方得意的 怎么双赢啊 怎么互利啊 他不会这么理解 他们会理解就是中国人呢 进到了我们这里头来 而且他们说是要 给我们带来钱 我们要钱干什么 我们要的是武兰金 我们要的是纯正的 宗教生活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中国如果说余利的话 这个利也是跟 害在一起的 而且这个害呢 是要比它的利 要大得多 因为中国现在呢 它当然现在中国发展到 今天这个阶段 就跟西方似的 如果你要是搞制造业的话 你就需要很多的 全球资源 现在西方很多国家的 全球资源的依赖性 不是那么强烈 因为它产业升级 升级到了就是说 服务业啊等等 这为主受制造业 都甩到了其他一些国家 那么当然现在可能去 这次全球化和疫情呢 他们可能要把一些东西 还有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 可能很多国家 为了资深的经济安全 要让产业内的一些 关键的环境 还要回到这个国家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中国现在呢 它的在产业 这个在产业发展上 以制造业为主 特别是习近平 最近呢 他对虚拟的经济呢 进行了一堆整论 在他脑子里面 只有制造业是经济 其他的经济呢 都是都是寄生性的 那么按这样一个思路 中国其实需要阿富汗的资源 这时候中国就要守阿富汗 就对阿富汗的秩序 有要求 对阿富汗人民有要求 那而这些要求 是跟阿富汗人的那些 特别是有信仰的人 是相互冲突的 所以我认为 中国在作收余力的时候 美国的撤出啊 实际上是在谋理上 是把包库给了中国 布林肯那个话 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 这个说法 就是跟王毅啊 跟中国说 现在呢 这个帝国的坟场 留给你们 该买你们了 现在我们从这个坟场里 撤出了 这个 刚才这个观点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就说这个中国作收余力 这个力呢 要看就是说 它是跟亥 捆绑在一起的 那么 那我想问你 这个亥具体的是指着什么 第二个呢 中国如果 接了这个球之后 它又不有本事 把这个亥给消除掉 这个呢 我想说 首先呢 我们得知道 美国给阿富汗 带来的民主自由啊 可能在阿富汗 有个水土不服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东西还确实让 一些阿富汗人 尝到了前头 你可以看出来 阿富汗的妇女 大城市的一些人 不希望美国撤出去 对吧 你可以看那么多人 想离开阿富汗 在美国再说 他们不想离开 现在他们想离开了 我觉得说明呢 在穆斯林和美国之间 他们还是喜欢美国的 只是他们没有战斗力 好了 但是另一方面 在中国 中国给阿富汗 能带来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 你可以中国 在新疆带来什么 原来新疆人在那 过得挺富足的 对吧 我们知道 在王达明的时候 汉人已经过得 挺穷哈哈的 吃不饱饭 有新疆人在那 对吧 穿着花花绿绿 有没有葡萄 土鲁班的葡萄等等 过得很好的 结果一改革开放之后 新疆人变穷了 汉人就把很多的资源 一车一车从新疆拉出去 说这叫改革 让往市场经济 那马上到阿富汗的时候 马上有同样的能力 你可以看出中国的 阿富汗的开发计划 说是给当地人带来福利 第一 就是这种福利 实际上当地人会看到 资源大量的从当地 运到了中国去 这是他们第一个感觉 这时候他们的本民族的 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 是不高兴的 第二更重要的是 对于那些有信仰的 这些国家 这些人民来说 特别我们知道 阿富汗那些 之所以老被征服不了 因为他那个地方的 山区那些人比较穷 他们主要的活着 是在精神信仰 在当地的风俗习惯中 他们不会喜欢资本 就是给这个物质世界 开发给他们带来 这个好处 然后去俯持他们精神 所以我在讲说 这个风险就来自于 阿富汗的现代民族主义者 和传统社会这些精英们 都会反对中国的这种 从自己发展经济的角度 中国以为给他们带来 经济化 像中国在西藏似的 中国觉得 我给你西藏拉扎 给你什么修巴达工 给你带来这么多好处 给你什么新疆 带这么多好处 结果你还不念不到 我与你生二胎 在中国汉人 我们自己生一胎 我与你们生二胎三胎 但是你 他以为这就是在给别人照顾 但是这不是别人需要的 而且有的还觉得这是在腐蚀我们 是这些原谣主义要有去斗争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进去之后 实际上是很不安全的 中国现在看待阿富汗的方式 和给造福阿富汗的方式 恰恰可能会被阿富汗人民认为 是在祸害阿富汗的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美国的批评 当然可能不在布兰尔的批评范围之内 但是我看到有报道 就是说那么多的曾经帮助过 美国的阿富汗人 在这么一波撤退过程中 可能撤不出去 那么让美国对这些人的 当初许下的承诺 没法落实 也让那些对美国的这种向往的 这些人感到格外的沮丧 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最近网上传说 川普前总统也说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没合作 他说其实我们跟这些阿富汗人的关系 是个经济关系 就是说我们付他们钱 他们帮我们提供一些服务 这个事情本质上是和美国在 美国和在别的国家没什么不同 他们是因为一个合作关系 但是我们并不能对他们的 做太多的 这个承担太多的这种责任 这不意味着美国就要对他们 别的东西承担责任 这是他们应该承担的 何况我们试图帮助他们 建立一个政府 投了很多钱 但他们自己没有去做好这个事情 那么我觉得这一个 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有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我在看一些报道 他说你知道美国当年 和美国合作了 美国给他们发一些证件 就是这些合作 这些证件本身是个电子版的 好像也是一个疫情 什么有关系吧 他没有发纸的 这样吧 他们有的呢 阿富汗人就是把这个电子版 他自己拿到签证 他就给他送短信 或者说送给他的 什么亲朋好友 这人都拿着他 反正而且美国在撤出 大使馆已经把这些资料都给他 对吧 你知道计算机也都给他弄掉了 然后这个材料文件都 出面都要烧毁了 所以据说有着的一个电子版能够说有 他可能有几千人呢 都在用着这么这个同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美国现在说他们已经 现在在喀布尔机场周围的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当初的 就是合作过的范围 他们而且没有办法区别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这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很大一个技术性难题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阿富汗问题 就是这个对美国的一个批评 核心的问题就是美国跟盟友的关系 尤其我看到的这个评论 就是美国和英国的 在这样一场这个撤军危机中的关系 受到了最大的这个创伤 那么说现在的英国首相议会和军方 都对这个撤军计划呢 表示不满 那么还有说这个英国 英国这次呢在撤军之前呢 美国居然根本就没有跟他这么商量 也就是说在这个联盟的关系问题上呢 好像通过这次撤军呢 似乎是让大家这种联盟关系 受到了很大的这个伤害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怎么看啊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注意了 其实拜登呢 做了一个间接做了个解释 因为你知道拜登上来 就希望弥合在这个大选中呢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一些创伤 你可以注意到啊 他现在在很多的提法上 他尽量的他要成绩前任的 一些做法和说法 所以他在有个间接解释 原来实际上已经做出的决定 是5月1号撤军 他现在已经推到了8月底 但5月1号到8月底 实际上今年有了4个月的时间 其实也就是说呢 该做好准备的 都应当做好准备了 有时候我也在想说 特别有些阿富汗 就是美国籍的阿富汗人 就是在后来呢 获得美国籍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当年阿富汗在抗苏的时候 就有一批流亡者 这批人大概能到美国申请 这个六线都有美国公民 后来在阿富汗建立民主宪圈 他们大概回到了阿富汗去 就跟着 现在这些人可能 很多人是他这样人撤不出来 就跟我们中国的 你知道中国政府有时候 也不拿这些人当美国人看 对吧 他们就说呢 你只要生在中国 说中国话 你们就是你以为你 你批了 不要说你穿一身洋装 你拿一个什么一张纸 美国的纸 你算美国人了 其实中国人对他们 还是把他当中国人看的 所以呢 这样一些人可能塔利班不愿意放过他们 觉得这些人呢 这个当然塔利班现在还有个借口 说他们都是人才 不能让他们都走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中国和 就是美国和阿富汗的文化差距 或者美国呢 跟其他吧 美国对法律 看你是搞宪法 你知道美国对法律上的 和宪法上这些东西呢 看得很重 但是其他国家 就对文化传承和血缘 看得可能更重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 美国认为这些人我们有义 阿富汗就认为这样 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这个义务 实际上这些人跟你们走 也是 就是好像这些人是有罪似的 道德上或者什么 政治上是有罪的 所以他们不承认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呢 对于英国来说 因为你叫大英帝国 有过比较悠久的 罪造的 他有比较悠久的 他从很多国家撤出 到现在你撤出的地方 还是感谢着的 对吧 而且还是非常欢迎他 那么美国确实在历史上 美国在处理这类问题上呢 都处理不是那么好 伊朗吧 我刚才提到了 那个西贡是一个 对吧 伊朗也是 美国几乎从各个地方撤出呢 都是比较狼狈 大概就是从日本 现在和德国 还没有完全撤出啊 就是他们 我觉得就是这几个国家 也可以 台湾是不希望美国撤出 韩国也不希望美国撤出 那么这些呢 还待着还可以 不过从前来 你可以看到 凡是这些国家 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呢 都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 凡是这些国家 自己解决不好的时候 都是自己的政府呢 把自己人民得罪 美国实际上贴他们背锅 所以有的人 也有这样说法说 美国的这次从阿富汗撤兵 是民主的失败 我就说 其实是社会主义 大锅范的失败 因为有些国家吧 在美国帮助 他想跟美国 过社会主义生活 让美国就一直 把他养起来 不光是在经济上 把他养起来 而且要在军事上 也要把那个养 保护起来 但是美国 是这样一个国家 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 他主张 你每个人要自立 如果你不能自立的时候 我就不能帮你 我是帮助你 是基于你能自立 自己解决自己问题 我帮助你 对吧 那我不能够把你给养下 我自己的人民 我都不养 我干嘛要养你呢 对吧 我自己人民 如果有生产能力 有这个能力吧 老弱病残 我可以养 但如果你不是老弱病残的话 你为什么要养你 而且养了你20年 把你从婴儿都养到了20岁了 你还是在那儿 这个贪得无厌的 这就美国人 不会承担这个责任了 好 谢谢这个王军涛博士 我们这个今夜很震惊节目 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阿富汗撤军 和这个撤军的 最近发生的惨案的这个事件 那么中国在这里所谓的 坐手余力是怎么回事 美国被批评为 这个愚蠢自给 又是怎么理解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 今夜很震惊的 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叫网信办看不惯 监管风暴 这个刮到了这个 监管风暴 刮到舆论界 那么我们导播呢 可能那个多了一个轮子 把那个轮子去掉 那么这个网信办看不惯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网信办在这个 27号发布了一个行动 这个叫清朗行动 这个行动呢 号召进一步或者下令 进一步加强犯圈乱象自理 对中国娱乐圈呢 发出十条超映的这个线令 那么这个线令是什么东西呢 例如说 取消明星艺人版单 优化调整排行规则 监管明星经济公司 规范粉丝群体账号 严禁呈现 副私信息 清理违规群组板块 不得诱导 粉丝消费 强化节目设置管理 严控为财年人参与 等等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小燕子啊 赵薇啊 她的节目呢 被下架 另外呢 还有一些这个 叫做猎记艺人的名单 也开始出现 那么对他们的节目呢 进行管制 等于说 我们看到了 似乎在这个 马云这一拨人监管之后呢 培训的这个板块 进行监管之后 我们看 这个好像又开始 对这个娱乐板块 进行监管了 我们来听听这个 王博士怎么看这个事 其实我觉得 习近平呢 有时候我在想吧 这个人就不希望 人民过好生活 可是你知道 中国人是这样 中国是个很会吃 很会玩的一个民族 就当你们有钱时候呢 中国是可以把 就是这个 就是有一点盈余的时候 中国人可以把日子 过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啊 你也做过 你们的Fallow 我也做过 你们的Fallow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 就每个星期之后 有一个外国的一个Fallow呢 介绍本民族情况 请大家吃饭 我那就把中国的一锅 那些猪下水 你知道九九几年 95年 95年时候 实际上那时候 美国人还不吃猪下水 那个店里也不卖这个 我把那猪下水弄碎了 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饭 他们都觉得特别好吃 忘了 他说问 这在哪买 你从来没吃过 这卯折了 我告诉他们猪下水 有几个人在这吐了 后来我就告诉他们 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可以 把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国家 你们这些富裕说 认为是垃圾的东西 做出非常美味的 有滋味有味的活着 我第一个说呢 其实中国人是一个 喜欢享受的一个民族 他们在生产的时候 比如在穷处 他们可以很坚固奔斗 但有了钱之后 你看声策全马 中国在历史上 你看那个清明上和组对吧 但是我发现 习近平这个人不是 其实这个来自于西北呢 很希望就是 大家都像起始王神到下的人 过日子那样 就是过得很 就是大家即使 副业上坚固奔斗 所以你看那些 整来整去吧 整的就是 整的就是 消费 消费和文化 整这块东西 他希望他的 他领导下的人民啊 都变成那种 非常本分 艰苦奋斗 天天在那思考 除了这个 学习他的文选 跟他的思想 跟他看齐之外呢 要积极向上 要认真 要去劳动 勤劳 怎么去 去干活 他不希望 他们有个人享受 在这之前 你知道我们 你记得 当时在东莞 去整的州 我不认为中国 很多人是要捍卫 什么嫖娼啊 什么这种啊 他们只是觉得呢 人民就是在 有了富裕之后呢 是希望过一种 比较享受的生活 这种不应当进行禁止 那这个呢 我觉得习近平 其实现在在很多 一刀一刀下面 你一看出来 他就希望把中国 这个社会变成一个 比较一个古板的 一个传统型的社会 他的消费 他的生产 生产也是 你看他为什么 要整马云呢 我觉得要为什么 要整马化 他觉得这些经济 不创造财富 他喜欢像什么 这个华为啊 宁德呀 还有喜欢什么 曹德旺的那个 叫什么那个 那个福耀啊 他喜欢这种人 就是搞制造业 搞创新 把自己寄生于世界 一流的制造业行业 那那些 那个我在上次 我在说 我猜想他心中呢 比较理想是 国国和日本这样 他不喜欢像美国呀 像这样的一些 还有北欧 这样的一个生活 就是大家呢 有了日子之后 要过得很自由 在自由中间呢 过得好像各种的 道德也多元化 他不喜欢这样的 所以呢 他我觉得刀刀下去 说对那些艺人也是 他整的那些艺人呢 都是那些就是 反正给人们 带来各种各样乐趣 带来各种各样的 八卦话题 你知道中国人 要是没有八卦的 中国有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他独立什么 我觉得中国人 虽然是一个 史学上很发达的一个国家 对吧 中国的文化密码 不是常在宗教中 是在历史叙事中 中国的文化基因和密码 但是呢 这个中国人爱听的 还是什么杨家将啊 什么说乐全段啊 什么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八卦的东西 但是所以习近平这样做法 有时候我觉得 就是跟中国文化作对 跟中国人民作对 跟中国的这种民俗传统在作对 跟民俗传统在作对 那么这个 对啊 中国老百姓喜欢这种 就是这个喜欢 有时候喜欢这种 带点什么 什么金瓶煤啊 什么之类的香剂啊 这些东西 他喜欢这个东西吗 对吧 喜欢这种 这种坎大山啊 龙门镇 这个我觉得习近平 他都觉得这些东西是浪费 是一种不健康的东西 你看他整企业也是 我就讲说 他并不是说 所有民企都整 你看吧 他对宁德 对职业 他就不整了 对那个华为这些 他为什么要扶持 他还是 那个 我觉得很大 他就是按照他心中的 那种想法 在修理这个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 人民将不许享受 不许再去过这种 就是 你现在 你记得前段里面 还要整什么 吃饭什么 要打包 还是什么东西啊 对吧 就什么点菜 不要浪费 弄得有人还要把什么剩饭都 还要 还要什么吃 反正搞出一堆这种 很搞笑的事情来 就他是有很多这个 想法 你从他 什么都管啊 所有的植物都到肩上 拦到头上 拦到肩上 到这个 连厕所文化啊 他都要去 去 我的意思说就 他对于一个健康社会和健康的人生 健康的思想和健康的 这个风俗习惯 以及什么健康的经济啊 他有一套想法 你有你的想法吧 本来你当时社会要有活力 社会上人应该有自己的功利和自己的想法 对吧 有人喜欢这种非常这个大红大绿 你知道大红大绿 习近平我觉得不喜欢 那不许人家的大红大绿 你看他 他自己可以跑去吃帝王餐去 对吧 跑到这个 跟川普跑到那个故宫里去吃饭去 但他不许自己的老百姓 就过这种奢侈的生活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样一个人呢 当然他去吃帝王餐 他会觉得这个工作 他其实可能更喜欢吃的 还是一些什么小米粥啊 他会这么去讲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的意思说 你说他现在整娱乐的时候 你从他开始整东莞 到后来整这些企业 到这些等这些什么 这个虚拟经济的企业 一直到后来他在 这个号召什么吃饭啊 什么厕所文化 你会发现 他在按照他理想中的一个社会 在塑造中国 那么使得呢 中国人不能过一种 有七情六欲的生活 让中国人轻心寡欲 然后都去一心一意要做一个 像机器和像这个机器似的去生产 就成了就是我们讲说 1984里那种人 对吧 这个1984里那种 就一天到晚就是干活 没有什么思想 也不要去追问什么中央啊 政策大政方面 不要去想 就是好好的 老老实实的做人 老老实实的干活 老老实实的呢 就过一种比较简朴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心中的小康梦 这是习近平心中的中国梦 这一点呢 我倒是认同你 我觉得习呢 他的这个执政呢 他有一套自己的美好中国 美好社会 美好生活的一套 完整的这个想象 不管这套想象呢 是现实的 还是乌托邦的 反正他有一套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东西 他不断地去推出 他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政策 那么在这样一个相应的政策之下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对这个培训产业的整顿啊 他说这个教育产业 你怎么能赚钱呢 那就要通过立法管起来 不许你赚钱 不能变成盈利 那么这些地方的这些干部 还真的把他的这个想法 就变成了这个行政抢制的这种措施 最好让这些这个办培训的 这些资本家老板 把这个血流成河 这有什么看到的一个掌心 你注意有一个指标 你注意你看彭丽媛啊 彭丽媛的装作 彭丽媛原来就是唱名歌的 也不是什么花柳无梢的人 他现在打扮的就越来越简朴 越来越像一个传统的靠拢了 习近平本来很传统对吧 这个人长得本来就很朴素 很传统 是一个索然无味的人 所以他将来会把整个中国 变成一个索然无味的社会 你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啊 就开发了很多很好玩的东西了 对吧 声色权马什么斗蛆子 斗虫子 别的关系咱们中国人 把虫子搞的都成了那个战士 都能搞成这样的东西 那还有什么会什么踢球啊 什么就踢腱子啊什么 但是呢 而且这种也还有踢腱子 能踢出什么 这个踢出彩象出来 能够踢出大臣出来 那中国人就说本来这个国家 全是很会玩的 结果呢 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上来之后 我觉得他现在马上就要 使得那些爱玩的人 所以我叮嘱那些 有七情六欲的人 爱玩的中国人呢 你们得当心了 习近平就要修理你们 你们的人性和习近平 就是说 当然你说习近平不符合人性 因为他也是一种人性 就是说 在某种类的来自 你知道我也是这种 就是喜欢生活简简单单的人 我能理解习近平这个 但是我是 但是我又愿意让大家 别人都按照自己想法活 愿意活得限力多彩 愿意活得这个 对吧 和风资戳约 愿意活得这个非常帅 对吧 但我觉得也挺好 对吧 这个时候你按你的想法活 别人按别人想法活 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东西 习近平不 习近平呢 他就认为 他这个东西是健康的 要别人向他靠了 你说男人要都长得像习近平这样的话 你说这个国家有啥意思 还有一个这个解释的角度 就是这个文艺界 现在成了这个 青少年追星的这个版样 那么习近平呢 又对这帮年轻人 给予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重任 那么现在我看到的情况是 每一家都有一个追星族 所有的年轻人把时间精力 钱乃至于父母亲的 这个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 关注的重点都放到这个追星族上 整个把这个民族的这个风气给带坏了 在这一点上也是他不能承受的 所以要整顿 这个说到底 小平啊 说到底其实这个事情吧 还是一个 就是说追星族是不是干正事 就是习近平是把它对立起来看的 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待着 我们知道美国有许多人 他有自己的偶像 有自己的人 但是他会继续干他的 干的事 因为我们当年在八十年代 这样有的人喜欢崔健 喜欢崔健的人 说实话 还是很多人是很有品味的 做别的事 也很有品味的 也是学习啊 什么都不错的 习近平喜欢把这些东西 对立起来 他觉得就是 这是浪费 但实际上这是人生的 就是一个乐趣在里头 他要把这些乐趣都给扼杀掉 像前传人说要整营游戏 好像有人是假的 我觉得早晚的整营游戏 他恨不得将来的游戏 都是巴黎军打日本 都变成巴黎军打日本鬼子 都是什么红军长征的故事 可能他希望大家知道 他不喜欢中国人在这个 可能游戏中间 做什么帝王将 不喜欢做什么九天旋律 什么白蛇 白蛇经啊等等 不希望他们做这些事 他觉得这些都不健康 最主要就是 这个他他本身呢 因为他我觉得他出于知识 出于文化和人 和这个个人品味的局限性 他用这种局限性 要修理整个的国家 修理整个的民族 这个其实很危险 这个时候比早计划究竟 还要威胁 比搞计划经济啊 比搞这种还要威胁 因为计划经济还承认经济啊 这个钱呢是经济的动力 但是他这样做法 等于要整个社会 都要男的长得像他这个 这个女的呢 也都变得就是非常那种 古早无味的样子 裆的那种 朴素的农装啊等等 我觉得这个 反正很可怕 这样的社会 你看他这个习近平出厂 穿那个官服 所有的这个官员 都得跟他穿一样的服装 每个人一见 然后官员出去巡视的时候 你看看那一色的衣服的颜色 几乎没有第二个色调 连打领带都不敢打了 挺奇怪 那是规定说演员 说那个出镜的时候 说那个领口不能低于 对吧 因为都冒都跑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 就是说到底 你看吧 江泽民这个人 我觉得就会玩这个人 他呢 你看他就喜欢这个社会 你说这个社会 风气在那种变坏了 有的道理在于说 因为呢 江泽民喜欢玩 喜欢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 当然我现在 这个我觉得除了一个 宋主英这个事之外 好像也没有他别的 这个宋主英的 其实我也不大相信 我只是觉得 他跟很多老人一样 喜欢宋主英这样的人 但是他未必就真的会去做什么 但是当人们编了 很多这种花色 花绵回来西方 他也不管对吧 就是有时还发一个文件 说不要开中央领导的玩笑 但是他不会去禁止这个世界 你看但是习近平吧 就是这个人就是 他很乏味 他很乏味 他需要整个社会 跟他一样乏味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大杀四方啊 这个对各行各业在开刀 就是希望呢 各行各业 所有都像他心中一样 就是 然后呢 企业家都像曹德旺子的 企业家都要像 像任正非似的 然后这个 演员像谁 我还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彭丽媛呢 我也不知道当初 为什么喜欢彭丽媛 因为彭丽媛应该是好看吧 我觉得反正彭丽媛 原来不来就唱 民队也谈不上水滑楼 现在越来越满足了 还有一种担心呢 就是后的分析呢 就是这个 对娱乐圈的这样一个监管 或者整治 跟习近平前一段时间 对这个马云啊 滴滴啊 这个新东方这些资本的整治 是一致的 那就是这个所谓的资本的 无序的扩张 这个共产党的中国 和社会主义的中国 除了那些大资本家 而且呢 居然就是说 资本家的生活 资本家的代仪 比共产党还要好 最后呢 成了一种无序的 不受共产党领导的一种东西 所以要整一整 那么这个文艺圈呢 这里头呢 也有一部分这个资本家 它等于是跟大资本在结合 形成了某种利益的共同体 或者叫文艺圈的资本野蛮生长 这个考虑有没有 嗯 这里头肯定有了 可是你也知道 中国这些企业家也挺乖的 对吧 那我也认识 有人跟我讲说呢 他就从来不敢让他企业 做得很大 也总统都是夹着以后做人 其实我觉得这些 中国这些企业家应该说呢 咱们讲说像马云可能张扬 马云也没什么不健康的东西 就是我们到现在看的话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家也都 你说他说 习近平说要做善事 马上他们就捐 五个亿十个亿再捐 然后习近平说 让他们网信办一约谈谈 他马上就老老死了 自己顾人对吧 去删帖 去删帖 就顾人删帖等等 我觉得 这些人真的没有想跟他做对的意思 我看习近平就是他脑子里 这些人是想不创造财富 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搞个网络 就能发的财 比那些搞企业家的人发财还多 所以他不喜欢这种杠杆 就是什么用虚拟经济 我就说他不喜欢虚拟经济 他不喜欢金融投机 对吧 你看他说 你去炒股票 炒股票干什么 一件就 免得是对吧 生产是别人做 结果你就把钱 弄几下键盘 你就把钱都给弄走了 他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 这是 我就在讲说 实际上习近平呢 他的性格和他的这个知识 还有他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些局限性 现在养成了今天这个习近平 一个朴素的一个想法 那么所以他就想让整个世界变得跟他一样朴素 他就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像马化腾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就搞个微信 对吧 什么生产都没有 也没有生产 也没种出一斤粮食 也没了 怎么就赚那么多钱呢 就让那么多人过了一种 过了一种就是很 就像精神哑片般的生活 就赚那么多钱 我觉得习近平看不惯这个东西 但是我还是句话说 你看他对宁德 他对这个华为 他对这个服药呢 他就另一个态度 他对一些就做制造的 就是制造业技术开发 他就另外一个态度 好 这个谢谢王君涛博士 我们今天的今夜很震惊节目的两个话题 我们就讨论到此结束 第一个话题 我们关注了这个阿富汗的撤军 那么中国在里面是不是余恩得利 美国是不是被批评的愚蠢至极 真的是这种情况 那么第二个话题 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 晚信棒对这个舆论圈 或者叫饭圈的这个最新的 整治的这个行动 那么这个呢 跟习近平所倡导的这个 理想社会之间的这种 关系和习近平性格之间的这种关联性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讨论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喜欢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感谢王君涛博士 感谢我们观众的收看 和我们导播的制作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个机会 一起来这个制作未来的节目 好 再见 好 谢谢小平先生 谢谢导播 谢谢大家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明 明镜火拍